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际团体今年表示 3月下旬至5月下旬 在北京和江西选参加或发起反贪腐示威 要求大陆官员公开财产的维权人士中 有10人遭到逮捕 北京政府应该立即释放他们 并撤销所有指控 中国有关部门陆续公布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 其中物价数据低于市场预期 显示经济复苏动力薄弱 产能过剩局面依然严峻 同时中国监管层挤压虚假贸易的水分后 贸易数据超过预期低迷 表明中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